今天是11月14號 又到了星期五了 那麼明天就是週休假日了 很期待的就是週休假日的天氣 適不適合出遊呢 就要趕快來問一下劍梁主播了 劍梁早安 劍梁早安 大早安 劍梁 今天我出門的時候 感覺起來還是涼嗖嗖的 大家出門都還要加間外套的天氣喔 那麼明後天真的可以 如玉琦般的有大太陽出現嗎 好 請告訴大家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我是劍梁 今天一早起來 一定還是明顯感覺 這個天氣上都還是滿涼 滿冷的感覺 主要當然還是受到 這個東北季風持續影響台灣喔 所以在這個北部東半部呢 一整天感覺上 都還是比較涼 比較冷一點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清晨各地區溫度啦 北部一大早 大概來到18度左右 中南部來到18到23度 東部地區大概來到17度 那其實清晨呢 各地區啊 這溫度都比較偏低一些 那不過今天白天 太陽加溫過後 溫度就會稍稍回升 預計呢 今天溫度會比昨天呢 回升個2到3度左右 那主要呢 就是受到這個東北季風啊 已經在稍稍的減弱當中了 我們看到今天北部白天 有機會來到23度 中南部比較偏熱 有機會來到28到29度 東部地區大概來到25度左右 那北部東半部 雖然今天溫度稍稍回升喔 不過幅度沒有太大 感覺上還是有點涼涼冷冷的 倒是中南部地區的天氣 就比較不錯啦 各地區啊 這個感覺上 都還是會有一些些悶熱的 不過早晚呢 溫差就會比較大一些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面天氣圖喔 當然主要還是受到 這個北方高安影響 那今天持續帶下來一些東北風喔 所以在迎風面北部東半部 今天都還是比較偏涼一些 那中南部呢 這個受東北季風的影響 就比較少了 白天溫度比較悶熱 但早晚呢 這個溫度上還是會比較偏低一些 那今天在迎風面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雨勢提醒你 今天在北部東北部啊 今天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不過水氣比昨天呢 相較起來今天是少了很多了 今天雨呢 都是比較零星的 那中南部大概維持這種 晴到多雲的天氣 那目前呢 這個天氣好 這個這個冷的天氣啊 看起來就持續到今天喔 明天開始 北方的高壓逐漸往東邊移動出去 東北季風就會逐漸減弱了 所以這個週秋假期 目前看起來天氣都是相當的不錯的 禮拜六 溫度就會稍稍回升 到禮拜天呢 還會再回升一些 到禮拜天 甚至感覺上 會有一點 悶悶熱熱的啦 所以這個週秋假期 規劃市場活動 都是相當合適 那預計呢 下一波東北季風啊 可能禮拜一才會報到 到時候北部東半部 溫度才會再下降的 所以提醒你 這個週秋假期 趕快出去走一走 晒晒太陽吧 好 接著我們就看到 客地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區 18到21度 降影距離40%到7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17到23度 降影距離30%到4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19到27度 降影距離20% 雲林嘉義台南地區 18到28度 降影距離20% 高雄屏東 澎湖地區 20到29度 降影距離20%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 17到25度 降影距離30%到80% 外島地區16到23度 降影距離10%到30% 接著我們看到旅遊天氣 好 關心完各地天氣 提醒你今天北部東半部 都還是比較偏涼 所以出門記得要穿件小外套啦 好 接著我們看到今天的農民力 今天是農曆的9月22號 屬羊的朋友要特別小心跟留意啦 那今天很適合像是開光安門 相當的合適 那今天要結婚要出遠門 就要特別留意跟小心啦 那以上資訊就提供給你做參考 將現場交還給彥迪 阿密 我們今天閒anız 友妳的 我們今天 感谢观看